首先講B&W 其實我也不想講它的技術 但是在音響展那裏 有人問過一件事 他說我不小心 在去年未出這雙喇叭之前 我買了普通版的D4 其實有沒有辦法 可以將D4自己升級 做D4的標誌呢 我說你都沒有那些材料 你怎麼可以升級 他說你不要理我 總而言之行不行 行我就想辦法 我說都行 但是升級到一點又升級不到一點 看你有甚麼辦法 第一你可以升級的東西 就是高音這個材 因為這個材和D4普通版的穿透度 這個會好很多 所以高頻出來的時候 令你感覺高頻的響應舒服很多 另外中音和低音的部分 它都是用了一個全新的單元 從D4普通版來說 它是一個全新單元 如果你找到它 可能找師傅幫你換掉這三個單元 如果你再厲害一點 可以換上分音器 因為分音器跟D4普通版又不同 因為加了很多顆 一個bypass的capacitor 令它的聲音去得更加盡 如果這幾樣你換了 有些地方你就一定換不到 怎樣呢 因為雙體這個肩膀部分 這個肩膀部分 其實它裏面有兩部分形成 其中一部分是一個合金的支架 就是把這個頭部 這個turban head托著 普通版D4是一塊比較一體成型的支架 但是D4的標準 我們這些英國的同事怎樣做呢 就將那幾個位置完全偷空了 等到連那塊產生鞋陣的地方都沒有了 但是這塊東西如果你要換 你找到來換 你都要將這個拆掉 我就不相信你會將喇叭拆掉 來換掉這塊肩膀的部分 另外還有底下 其實你摸下去 它有一個出氣孔的 我們叫做Fold Port 一個氣流導孔 氣流導孔這個結構 它如果普通版 是一個應該是最秉器或者最月器的東西 所造成的 即是跟你想的化工材料 或者塑膠那類就有些相似 但是Signature就厲害了 它用一個金屬將它賭模造成 你知道如果一個出風口 用一個金屬的材料 跟一個類似塑膠的材料 如果聽到一些爆棚的時候 你會想到有甚麼感覺 當然金屬的氣流導孔出來 會更加堅實 或者鞋震的產生會少很多 出來的低頻 那個雪伏就會強勁很多 本來我就不想跟大家說 那麼多Signature的技術問題 但是因為要回答朋友的問題 不小心就說了他所用的技術了 就不好意思就阻礙大家這麼多時間 那麼不如我們把時間交給我們另外一個partner 這個就是睡眠製作的 這是一個中國的唱片公司 這個叫做演歌之英 你看到其實他做得很有心思 這個樣子其實這兩個眼睛 這個就是嘴巴 就好像在日本那些 叫做白色的臉那種 這個就是玩Jazz的 那他們玩些甚麼呢 其實演歌你們如果有聽過 你都知道其實他們唱的那些東西 就比較舊一些 就是拉音很長 可以說現在有點不太合地 但是他們所有的編曲 就編過了用著事的方法 錄音方式是非常之好的 怎樣好呢 就是我們看看他的老闆 這位葉雲村先生 這個 他就拉大隊去到日本那裡讀的 就是找回一間錄音室 是有模擬器材的 就是拋骨任何的錄音器材 壓縮器都是模擬的 就找了當地一幫著事樂手 和歌手幫他唱 其實葉雲村對中國歷史很熟悉 由唐朝開始他已經研究了 在他的研究過程裡面 他發現很多樂器在那時候就流傳在日本 於是他在日本找回當地的歷史 去製造這隻碟 這隻不是第一隻 這隻已經是第三、四隻 例如有三味線 其實三味線在不同地區 就會有不同玩法的 各個樂器都有少許分別的 我今天就選了其中一隻 這個就叫做三味線之母 你們可以聽聽 其實如果用模擬錄音 你會發現聲音比較開揚之外 動態也會比較大一點 龍,一陣子在放在每一遍 龍,一陣子在下 龍,一陣子在四季 這有水平,一陣子在四季 他會發現聲音也是一陣子 胡!一陣子在五季 雖冷本次都入面 一陣子在五季 玩得不錯吧 這張碟就要花一點時間說 但是這張碟是 陸陣子在六陣子 價錢很平 這張是Diana Claus 但是為什麼要花時間說 因為這個外套貼了一張貼紙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不理會它 會撕掉它 如果你撕掉它之後 你很難知道這張貼紙是多厲害的 你唯有就認住兩個Logo UME UME代表什麼呢 就是環球唱片集團外國的一個新的部門 這個部門是掌管了他們全個集團所有的資源 為什麼我要說這張貼紙是厲害的呢 首先在2020年開始 環球集團他們就call over 踩過界去玩發燒那邊 發燒碟從來在外國來說 都是一個很專門的碟 因為要做得漂亮 要有帽子 其中一間就叫做Acoustic Sound Acoustic Sound也是你們有沒有買過一牌子 叫做Analog Production 其實就是那間公司 怎樣玩呢 其實你們現在買的很多複黑碟 它可能就拿到唱片公司的版權 但是它未必有那個舞帶 唱片公司是沒有責任要為你提供舞帶 那那個舞帶哪裡來呢 不知道 從來都沒有人說過這件事 但是他們兩個玩call over做什麼呢 就是環球那邊出版權 另外那邊就負責了開卷舞帶 黑舞和印製 Analog Production如果你們聽過它的碟 如果你說它的碟都不行 那所有發燒碟都不用買 基本上 這張碟就是拿回原裝的開卷舞帶 但是要留意就是在細節位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有雜誌寫得很細 它這個就是說這張碟在錄音的時候 是Diana Kaur跟她那隊隊 是坐在那裡自己調整的聲音 現在這個再造伏黑板 是Burley German做的 就是全地球最厲害的那個人做黑舞的 但是不是全部CWIS都是這個人做的 是只有Diana Kaur那些碟才是他做的 所以這隻碟原則上 如果你說漂亮的聲音 就沒得輸 但是如果你說比對方 為什麼我說它便宜呢 就是因為它賣兩三百元 你現在是拿到全發燒界最厲害的東西去做 漂亮開卷舞帶 一級大師 還要有一級的監察 回到來只賣幾百元 我想你隨便買一張唱片 都已經不止這個監 好 今天選擇其中第二首 《Devil May Cry》給大家聽 《Devil May Cry》 其實很多級數 蕭町其實它做線做了有四十多年 應該一家廠 專門做線做了四十多年的線廠 是不停的研發 是不會太後退的 因為很多線廠做到某個時間 就改變它的風格 但是蕭町到現在是沒有改變任何風格 只是向上 《Explorer》去到現在 《Mastercraft》也好 它都在做很多很多功夫 大家做的事 在市場所做的事 屏蔽的事 基本上差不多 那怎樣去發揮 怎樣去利用它 那同時 最近我跟Edwin先生再聊聊天 他對有幾件事很重要 很注重的是什麼 麥克風的效應 還有那個磁場效應 還有那個RF效應 那他說現在 家裏面多了很多不同的干擾 大家知道家裏 每一個家裏 一定超過四部手機的家裏 手機的干擾性 真的很大 包括電外干擾 所以他對這個麥克風的效應 是很注重的 他就算你拉小廷 那條拉那個句 那邊有很多條線 他探出不同的效應出來 所以在這方面他做了好研究 包括他現在最新的《Mastercraft》 阿草哥聽得很可愛 他很開心 他做了一條線 這條線 做到那個干擾性低度 是差不多的 當然他買了很多新的儀器 去做這件事 那他每一條線 包括由Explorer 去到Classic Legend 去到Ruby Crown 和Single Crown Double Crown Triple Crown 現在是Master Crown 他都是用銀線 除了Explorer 它是同溝銀 其他全部都是銀線 只不過是不同的粗幼 配合你不同的產品 而這次所用的產品 是用什麼呢 是用40周年的Ruby Crown Ruby Crown 包括CD的電源線 信號線和喇叭線 但是有些對線 我經常都強調 後級 你一定要用到足夠的能量 給它發揮 所以後級用Single Crown 給它 今次所用的線材 是存在配合到 那個系統所需要的東西 我經常強調 不是買最靈線 最粗的線 就做最好的效果 要搭配得適宜的 才對的 好了 我講過時間做完了 今晚給你吵我 最近我都學了一句 法師最喜歡的 有兩個琴 第一個就是小大琴 第二個就是蔡琴 只有兩個琴 法師最喜歡 一聽的就開心 那這一隻 有沒有結果 有 有沒有這隻碟 CD呢 有 有 黑膠有沒有 有 那次會買你的 這次嗎 不是 我忘記了那次 這次 那你要買那一隻 這隻 這隻 是 這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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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不要說 不會 我解釋給你聽 為什麼你要買 我們不會亂叫人買東西 第一件事又不是我推出的 是吧 鐵琴 二十七年的時候 《環球》 有個 net dynamic 了 在中大利希臣音樂廳做了一個現場的錄音 沒有裝人的 只是在一堂裡面 找了趙曾熙 聽我的話趙曾熙 做監製 音樂總監 找了真樂器 在管弦樂團裡找了兩支小提琴 一個中提琴 一個大提琴 兩個吉他 另外兩個打敲擊樂 很少的 小小的鼓和丁 另外張希自己彈鋼琴 一個Stanway的九尺的 Concert D 在迪聖堂裡面 現場錄音 你當時聽到很開心 第一件事 坐去琴球 第二 因為當時全香港沒有幾多個錄音公司 可以同時拿二十四櫃 換言之說 二十四支咪 去現場擺檔 因為如果你在錄音室 一定有多數的錄音室 錄音室 錄音室 那個Panel 大約四十八櫃 也有 即是說裡面放四十八支咪都可以 但如果你同時拿二十四支咪出去 就沒有幾多個人可以完成 起碼咪都要二十幾支 所以他找了如果的易有五 聽過了嗎 如果的易有五 如果的易有五 由他拿成功 我二十幾支咪 去到現場用真樂器和賽琴老音 嘩 發色是不是很開心 大家看到這支咪其實很棒 這支是古老膽咪 他有兩個編號 因為咪頭是一個編號 膽身落膽是一個編號 所以這支是很漂亮的古老膽咪 我當時覺得很棒 因為以前經常聽什麼呢 聽是死的 是不是 是誰 看不看到 是誰 在撩動情線 不是是死就是老歌 你沒有其他人聽一聽 經常都是最不適合 都沒有 只有兩支 經常都聽 哇 新歌 很棒 歌也很棒 結果出來 第一個版本是DVD加CD DVD當然要拍高清 5.1聲度 很棒 DVD還不錯 因為拍出來的人聲 那些裸景 那些畫面很漂亮 因為它是金星演奏廳 它是金膠 很漂亮的 現在超過跟我說過 現在的法師很喜歡 那些很有牙齊特色的膠 哇 看見都很開心 嘩 漂亮嗎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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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呢 出牙色膠 你就不要買了 因為膠 那時候他們搞不定 即是 每次有牙色膠 都會有噪音 那時候他們搞了很久都搞不定 那後來怎樣搞得怎樣 就是 阿花姐出藍乳樓 藍乳樓 那這碟是甚麼顏色呢 當然是藍色 於是他就在RT 在美國找那個廠 一不停地掌握不同的藍色膠 聽到效果 後來發現是甚麼問題 於是他試了很多個 原來這個溫度 保持得住 膠不會有噪音 於是自此以後 人們明白了 原來控制溫度 對於顏色膠來說 是一個最重要的元素 所以現在這個顏色膠沒問題 OK 好了 聽聽 好 這隻是幾十年前 剛剛身力聲開始的時候 一個六幾的 那是甚麼呢 只有兩個人 一個是玩結他 一個是打敲擊樂 那這幾十年前 走過 然後轉到小便 那就是到一半 他就在公仔 這個就是什麼鼓 這是什麼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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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啥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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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啥鼎 這是啥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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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沒有什麼東西看rai心經過 很多如果讓店鑼切的話 看樣子可以特別理解 你不看買家他們立即準時 這是你的你中共從前不心 和はは真 defense 雖然那樣 興奮這種視頻 沉默給你 但是他把店鑾dessus Julius年永遠取了 心經時落股 所以這張碟是比較特別的 是很古老的碟 但是全部用analog的器材錄音 這奏奏奏奏奏奏奏 近年來再重新翻註 因為很多這些東西是沒有了 這些是正式發瘋的自我 但你聽出來效果很棒 而且樂器錄得很真實 這些不是開玩笑 如果見到一隻 現在再重新翻註 買回來也挺過癮的 中文字幕作為最新翻註 這次聽完這個音樂會 很感謝大家 因為今天白蒙之中 色錄了過來 不過一定要多謝 Sam哥 銀星那裡 其實教這些器材很辛苦 他們都抬過來 當然多謝B&W 出了這麼漂亮的喇叭和這個地方 還有Johnny 當然要多謝大家 這麼恐懼 好 多謝各位 謝謝 因為我覺得是有包含了很多種不同的音樂 由人聲去到爵士 大盤的爵士 再加一些北歐的歌 是 所以我估計到很多人想像 想聽的不同的音樂 其實外面很少坊間很少的牌子 混合在一起做一個試聽會 所以我覺得是 對一些觀眾 或者對一些用家來說 其實是挺好的 因為他們可以探索多些不同的牌子 令到大家可以聽到不同的音樂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人 我們會看